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宇明 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30日 星期六 在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向为希望之声捐款的观众朋友们 表示深深的感谢 感谢您们对希望之声的支持与信任 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传播真相 使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及时了解真相 在这时代更迭的岁月中 做最正确的选择 同时 我们承邀观众朋友们 观看一段短视频 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 为了不让谎言穿帮 就需要控制言论 因此持续不断地 稳定地传播真相的渠道 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播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播频率 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播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 不间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 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 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播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 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巨沙成塔 种植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 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 了解更多 好 下面一起来看 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与中共海军司令董军 接任中共国防部长 这是自1949年以来 中共第一个出自海军的国防部长 董军这个背景引起疑虑 62岁的董军 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海军副司令员 2017年升任南部战区副司令 2021年升任海军司令 同时晋升上将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 非常驻研究员宋文迪 在社媒分析说 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长 表明中共将南海 视为中美角逐的新优先领域 中共近期在南海 与菲律宾发生多次尖锐冲突 最近一次 中共海警船甚至用水炮 直接攻击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 罗密欧·布劳纳乘坐的船只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 本月中旬警告说 下一场可能引爆世界的大战冲突热点 不是台湾 而是南海 走出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 宗教参谋姚成 近来一直在设媒警告说 中共可能会对菲律宾掌控的 黄岩岛等岛礁动手 给菲律宾点颜色看看 也防范周边国家 效仿菲律宾站队美国 另外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不包括有争议的南海岛礁 中共也想试探 美国出兵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董军出任国防部长 再度让南海想起警讯 不过 军事研究员龚林东 对自由亚洲表示 判断董军上任是否要准备战争 似乎言之过早 中共的国防部长 更像是装饰性的职务 实权不大 关于战争性准备的问题 更主要是观察 军委副主席的人选比较妥当 龚林东提到 董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 他是山东烟台人 他还身受海军司令 无胜利的赏识和栽培 在中共党会习近平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0年期间 也受到特别的栽培和提拔 有观察人士认为 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 因此与官场山东邦联系起来 例如阻击山东运城的 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 或中共党魁重用 一直就传与彭丽媛的关系密切 因此上报曾发表署名杜正的文章推测 中共内斗到最后 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只相信夫人 彭丽媛可能走上江青的老路 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晚年内斗的幕后要爵 最近有传言说 马兴瑞可能机管中共中办 如果属实 加上董军以及山东人北京书记引力 山东省委书记出身的中组部长李干杰等人 有观点认为 彭丽媛的山东帮正逐渐掌权 除此之外 宋文迪还提到 中共通常愿意从火箭军和总装备部等 相对技术性机构挑选国防部长 这次放弃这一做法 该从海军选人 这可能是一个迹象 证明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 仍然在大清洗和调查当中 一名高中女生日前告诉家长 英语课本中说 年满18岁可以自行签署军线器官协议 家长文言大惊 中国青少年大量失踪或离奇去世 被质疑与活摘器官有关 许多家长抵制学校体检 家长发帖说 女儿突然问 是不是年满18岁就可以自行签署器官军线协议了 她还说 英语课本上就是这么说的 家长翻看女儿的英语课本 发现上面却有相关内容 课本是2023年新版高中英语选择性必修教科书的第二册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书中一段课文里描述 一名上海高中生自述 在上大学前刚好年满18周岁 她非常自豪地表示 自己可以捐献器官了 她准备在不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况下 签署捐献器官的协议书 课本截图传到网上 许多网民痛斥中共的阴陷与无耻 邪恶至极 家长都不需要有知情权了吗 去年的江西中学生胡新宇失踪案 让全国民众了解到 各地青少年密集失踪的原因 之后许多家长抵制学校的抽血体检 并拒绝捐献器官 近日广州松田职业学院一名校园歌手 曾在校园会获奖的健康男生王宇杰 突然昏迷 仅仅两个多小时后就被送往殡仪馆 校方没有送医抢救 还瞒着家长迅速火化 网民纷纷质疑 这是不是又一个胡新宇呢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30号采访了台湾营救协会副理事长管建中 管建中先生表示 中共当局利用孩子的无知和单纯 鼓励他们捐器官 不合常理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社会团体 他不会去学校找刚有行为能力的学生去劝募器官 而且也不会在一个课本里头 就直接教导他可以捐献器官 在民主国家不会去找这么年轻的 很多社会的机构在做 尤其在台湾 但是不会告诉你去捐 叫你去写这个东西 管建中先生说 国际社会都知道中共在非法活摘人体器官 中国在活摘器官 在器官移植上 它现在在国际间受到很大的谴责 医学界 医学杂志都不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 医生的手术资料加入到文献里头 像柳叶刀杂志就不采用了 中国的移植器官是一个黑色的 不透明的 而且很明显的 很不道德是在进行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国家 他用英文课本 渗入到学生里面去灌输他们这个观念 非常可疑啊 管建中先生表示 据追查国际组织多年调查 中共1999年开始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 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产业 并已建成全国联网的巨大器官工体库 可以随时按需杀人 目前看来 这个产业已经扩展到弱势群体 例如新疆维吾尔人 在校的高中生 大学生等 这一件事情呈现出 这个国家的机器一直在运作活摘器官 而且这个产业是他们停不下来的 因为它有庞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觉得很可怕 真的是很可怕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倩攀响的参访报道 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 30日下午登场 在辩论会第三阶段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先批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靠中共帮忙做造假民调 他反问 为什么共产党这么支持你 接着又质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是台独 对此 赖清德反驳称 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台独 是主张台湾主权独立 主权完全属于2300万人民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互相隶属的关系 这就是台独的定义 强调自己就是守护台湾 建设国家 发展经济 造福人民 带领国家维持现状 稳定两岸 赖清德强调 蔡英文总统上任后 已经公开宣示过 承诺不变 善意不变 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或许 前总统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与中国签署的各项协议都不会改变 台湾没有废止不废止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问题 只有中共拿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做武器 利用经济达到政治目的 赖清德最后呼吁民众投票给自己跟萧美琴 选举不仅仅影响到台湾的未来 印太的和平稳定 也影响到你 我 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对的人 走对的路 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 我们有经验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决心要带领台湾 继续往民主的道路上走 走进世界 迎向未来 敬请大家能够支持2号 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2号美德迎台湾 也敬请大家能够支持民进党 所推荐的民主大联盟 优秀的立委候选人 政党票能够支持6号民主进步党 但清德第一阶段审论发言中 连续三次强调 国民党回来 台湾恐面临的状况 例如 大量大陆学生就会来台就业 这不仅仅对年轻人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也势必会影响各行各业 造成台湾社会的不稳定性 另外 守护台湾的军事采购 也必然会被停止等等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女儿 还有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女儿的生活经历 都让人看到了党性扭曲人性的烙眼 李克强10月份突然去世 妻子陈宏携女儿竞选花圈 临近传出的道别现场照片中 一个身穿黑衣的30多岁的女子 站在陈宏身后 被传是李克强的女儿 她目光冷峻 近期 网络流传一张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一家三口的合照 照片上 李克强女儿大约12、3岁 绑着马尾 穿着牛仔外套 无关酷似李克强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先生撰文表示 李克强女儿曾就读北京大学 之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18大前后 一批在美国留学或定居的中国领导人的子女 相继返回中国 有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女儿 李克强的女儿 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儿子 以及前副总理汪洋和马凯的女儿 比奥学者李源华对希望之声表示 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女儿这一代人 正赶上中国对外开放 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 学好外语出国深造 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18大之后 习近平坐了最高位了 他就要有政治安全的考虑了 他就要中共所有高官的留学的孩子要回国 他就会想象 按中共这种逻辑 就怕自己的家人 被所谓的美帝或其他的人 如何如何 这个完全是他的一个想法 这个时候就不考虑孩子了 李克强的闺女 也是在这个风靠过程中 从海外留学回国的 也未必是自己说如何如何 虽然他可能有很多特权 但是像最基本的人伦的这种美好 孩子可能在成长过程中 体会的都非常少 尤其在一些重大的人生抉择当中 你都看不到那种父爱 只能看到一种屈从于中共 集体意识和这种党文化允许的一些行为 就是说他的党性 这个时候他就维护他那种党的光辉形象 另外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有一儿一女 女儿胡海青 1989年到199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 毕业后 胡海青要出国攻读MBA 胡锦涛坚决不同意 有文章介绍 为此妇女二人大吵了一顿 女儿无奈 只好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 半年后 胡海青利用单位外派的机会 瞒着家里人来到了比利时 准备在比利时攻读MBA 父亲得知消息大发雷霆 胡海青迫不得已回国 1998年 胡海青与新浪前CEO毛道林相识相恋 胡锦涛得知后又是大发雷霆 坚决不准 后经劝说 胡锦涛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但要求毛道林退出新浪 对此林文华指出 中共官员分两类 一个就是中共的红一代后代 那些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 再一个就像胡锦涛 李克强这种 没有太多家事的 他在中共党内被某些中共官官看上 提拔上来的 这些人活得尽小顺微 因为你被提拔的时候 过去你的领导捐骗成你的夏季了 所以这些人不希望让那些 嫉妒自己的人去抓住把柄 胡锦涛的闺女 几次想出国留学的 胡锦涛都不同意了 孩子结婚 他又怕自己受牵连 必须让这个女婿就退出经商的权 他就怕让他的政敌抓住把柄 攻击他 李元华解释说 胡锦涛虽然地位高 但是他没有权 他在政的时候就是正领不出中南海 军队是江泽民把制的 这些人在升迁的过程中啊 就已经这个默认了 共产党这些有处事的原则 所以他们也就在逐渐地丧失人性 党型越强 等于他越丧失人性 比如说正常人 希望自己有更好的教育 有自己的一个追求 在共产党体制里边 他要服辞于党的利益 所以他不像一个正常人的 一个父亲了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告 在节目结束之前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们的观众朋友蒋先生 日前捐给希望之声一台福特车 蒋先生经常看 我们干净世界上的节目视频 他看到我们做了很多 揭露中共的事情 他觉得现在中共的势力还很大 我们做和中共反方向的事情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最近的APEC峰会 他看到反抗中共的人 还受到了亲共势力的殴打 而在加州 也有一些政客 和共产党的关系不一般 蒋先生觉得我们的事业发展 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想帮助我们 这次他的车坏了 准备买新车 他想到每次看到我们视频结尾 都有希望之声的捐车信息 就决定把车子捐给我们 他说这是他能够做到的 帮助我们的方式 在这里对蒋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好 这期的红朝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